台湾台中市大人国小少棒队 是国内著名的少棒队之一 在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努力 以及台美两地多个民间团体的协助之下 少棒队于本月15号抵达湾区 进行围棋两周的一地训练 并在17号出战了中半岛Hillsboro少棒明星队 他们15号来到美国之后 那他们会做一些友谊赛 那另外他们会打联赛 那还有一些就是他们 透过这边的一些训练中心 那能够吸取一些新的知识 然后能够做一些意见的交换 那我们觉得未来台湾的外交 应该要透过文化跟透过体育 那我们希望透过小朋友 这个少棒队的这样的一个交流 为台湾来能够做一些民间的交往 那我认为说这些小朋友 他们能够走出这个台湾 那他们就能够让世界看见台湾 也能够让世界更认识台湾 那我想我们的目的是要打开小孩子的视野 也同时让世界的人看到我们台湾这些 优秀的有实力的少棒队 驻旧金山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 与湾区桥界热烈欢迎大人国小少棒队的造访 今晚初处长马仲林也特别感谢 黑洋斯波罗市政府与当地球队的协助 促成了这场友谊赛 而湾区桥包除了提供小球员住宿接待之外 也替球队筹募了两万美元 至于来访的小球员则在校长刘美芬 亲自随行照顾之下 除了与本地球队交流之外 也同时增广建文开拓事业 我在学校就每天早上七点 就是在校门口欢迎每个孩子 那我就习惯跟他们give me five 所以其实孩子看到我都会觉得很亲切很友善 都会告诉我一些他们的生活方面遇到的事情 像我就记得有一位三年级的小朋友 棒球队的他就跟我讲说 校长我这一次考试考不好哦 我如果再不努力一点 我爸爸可能就不让我练棒球了 那类似这样的要求 其实我们都希望说 让孩子能够在球技部分 品性以及学业都能够同步提升 当天的比赛 大人国小队奋勇作战 全队世界高昂 球员哭口号加油声不断 而特别前来观战的侨胞 也卖力的为小球员加油打气 虽然最后大人国小以2比6 四分之差败给Hillsboro明星队 但仍然赢得了热烈的掌声 也收获了宝贵的友谊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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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